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界电值 它现在被激化了 我们随便给它一个激化强度 我们算它是这个 我们假定它全部都是这个方向 那里头就有这个dipo这样排列 这样排列 然后它在外面就会产生电位 这个电位怎么求呢 那我们就设一个圆点 o 我们要求这一点的电位 这个是p点 它的电位 那我们就说这里好多好多排列整齐的调集 那么我在这里取一个小小的dipo 然后呈上这个地方 第一套 这个地方 它的 它的这个 我们看这个 它是等于什么 np np 单位体积有这么多个 单位体积呢 有这么多个dipo moment 就是说这个里头 它的dipo moment是多少 我们就假定这是total好了 这个小体积里头的total dipo moment 总的dipo moment 或者一个dipo moment成n 那就是 就是这个体积里面的 就是体积里面的p total 好 这个是r prime 这个距离 是r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r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这个potential 就这个地方的电污集 在p点产生的potential 我们可以写成pv 这一点的potential 我们可以根据dipo 我们学过dipo在某一个位置产生的 电位啊 它是等于 4pi epsilon zero r square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等于p total 乘上r universal dipo moment的试着 电位是这个 是这个 现在这个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告诉我们 polarization p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根据这个式子 p total 它就等于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乘上dta 现在是 现在是等于 它是等于 这个除上dta 除上dta 所以它是 它乘上dta 我们 我看我这里应该怎么写 这个是p total p total 乘上dta 好 没关系 p total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然后d v r 它就等于 4pi epsilon zero 分之一 然后r平方 还在 那上面这个呢 这个r还在 我们可以先写 这个r univector p total 都用这个带 现在写成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OK polarization 像我这个呢 是 表示说 这里头 有激化 激化强度 但是激化强度啊 它 像我这么画 它就是一个均匀的 它是 并不一定是均匀的 它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 位置的一个函数 可能是位置的函数 位置的函数 我这里强调一下 它是 位置的函数 dta 这个dta 我们就把它写到 旁边来 旁边来 好 那 我们现在就可以求 用这个式子 求出它的 电位来 我们现在来求电位 这一点的电位呢 就是对全部的体积 来做积分 全部的这些东西 来做积分 积分以后的 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全部的 potential 把那个式子积分 积分它就变成这样子 它要积整个的ta 整个的ta 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 现在可以把这个 这个量 你看 这个可以看成是 这个 这一项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r平方 r univector dot prpr 而这一项呢 我们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prime就是 就是对 就是对 partial overpartial xprime 对xprime 来积分 partial overpartial yprime 这好像以前我做过 给你们看过 做了 那你们回去再 自己再做一次 好 于是 我们这一项呢 它就变成 4pi epsilon 0 然后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ot prprime 成 dta 变成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看一个 很等式 我们说因为 divergent pr 这个向量的divergent 我们用这个 用向量把它展开 它是等于 prprime dot gradientprime r分之一 再加上 r分之一 divergent p 你把它这个用向量展开 它又有向量的特性 又有微分的特性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这一项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项正好是这个 所以这一项就可以写成这个 减掉这一项 那我们现在就 把它用另外两项表示出来 所以 所以我们说 v r 它现在 本来是这一项 对不对 现在可以变成这个 减这个 它就变成四排 y0分之一 然后 减掉 变成这两项 变成这两项以后 我们再看这个 这是一个 向量的 divergent的体积分 我们根据 divergent theorem 这个可以变成 这个向量的 封闭面的 面积分 所以这一项就可以写成 这一项可以写成 p 我们写成 r分之一 polarization dot d a prime 然后这个是 对 s s就是这个 外面的s 这个是s 这个是ta s就是ta 外面的 外表面 的表面 然后这个我们还是 保持这样子 4pi epsilon 0 沉进来 这个有prime 成 d ta dta dta 当然都是对 这个 这个我们不写 没有关系了 就是对这个 source region里面来 来写的 变成这个 好 现在你看这个 很有意思 我们本来是说 要看这个区域里头 有好多好多排列好的 diple moment 在外面产生的电场是什么 现在他说 这个区域啊 就相当于 两项 相当于两项 这个就好像是一个什么 表面上的 表面积分 和密度的 积分 这个就好像是 因为他是volume 好像体积密度的积分 好 现在我们就 link这个 link sigma b sigma是代表表面电荷密度 b是代表bound charge bond charge 就是说这个电荷 是一种束缚电荷 不可以随便跑的 bond charge 这个符号 很多书本都不一样 有的是用 induced charge 有的是用 polarized charge 那都是跟这个一样 我们现在书上用bond charge 我们就用bond charge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polarization dot ununiversal n 就是这个 da呢 你这里如果有一个da的话 你在这个面上面有个da 取一个 da 这个是da 这个就是它的方向 方向就是跟表面垂直 所以我们可以写da vector等于n乘上da 所以这个可以写成n乘da 那n dot这个就变成bond charge bond charge ok 等效表面电荷密度 然后这一项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roby 体积电荷密度 这个就是一个体积电荷密度 它就等于 我们把负号乘进来 负的 这是等效 体积电荷密度 我们如果这样子设定的话呢 那这个potential就可以写成这样子了 则 vr要等于 4pi y0a 封闭面的积分 roby r 然后再加上d 然后再加上 4pi y0a roby of r 成d 因为我们电位 在有限的区域里面的电位 我们不是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吗 4pi 4pi y0分之1 ro 乘d t over r 对不对 这就是等于dq了 我们写就是写dq了 这个写成dq了 你看 这个 跟这个都一样 那这一项呢 这个就好像是dq一样 这个dq啊 它是乘上面积基数 所以它是表面电荷密度 表面电荷密度 那就好像说 它里头有一项呢 是我们可以当作 当作这个物体被激化以后啊 它在这个 这个地方啊 就会产生一堆的 激化 激化电荷密度 这里就产生一堆的负的 这是负的 sigma b OK 激化 好像有这么个电荷 事实上 这个只是等效电荷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不是sigma b 它是polarization dot and unit vector 相当于这个 那这一项呢 跟这个你看 这个都有 那这个dq就是roll b乘d talk roll b乘d talk 那就是体积电荷 那就这个里头啊 它分布了一些 分布了一些 这个 激化电荷 激化电荷 我们现在 另外画一个图 这个图啊 我们就 把它擦掉了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纸片 我们画一个二度空间的 好 你弄一个米达尺 米达尺呢 你如果 我们在这个 衣服上面摩擦一下 这个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了 我们那个时候 不像你们现在科技 发达的时代底下 好多电动玩具 我们小时候就是 地上玩泥巴的 下课十分钟 哪有什么好玩呢 那就拿米达尺出来 在身上 摩擦一下 然后就对着前面 那个女生的头发 放在附近 那头发就会 会动一动 就好高兴 就玩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纸片 有时候纸屑屑 把它撕得很碎 然后这个米达尺 这个 摩擦以后 放在纸片上 纸片会跳动 有时候会被 粘上来 为什么纸片 会粘上来呢 就是说 它 它 这个物体 极化以后 它会有 电力线 有电厂 有电厂 所以呢 这个 电荷 就圆着这个电厂 极化 因为有电厂 它就极化 这个附阵 附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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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也一样 不要话太多 就讲 附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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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就看到 它极化的结果 是怎么样呢 这个表面上面 有正电荷 它的polarization 是朝这边 这边的表面 就有 负电荷 那这些 就是所谓的 表面 电荷 密度 那里头 你看 是不是也有电荷 里头有电荷 对不对 这个电荷 就是体积 电荷密度 OK 就是说 一个物质 被极化以后 我们就看到 它表面 产生 极化电荷密度 里头 产生 体积 电荷密度 因此 它会产生 电厂 它会产生 电位 它的电位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 这个一定要 记住 这个非常 非常的 重要 表面 电荷密度 极化 表面 极化 电荷密度 是 P.N 体积 极化 电荷密度 是 负的 Divergent P OK 那 这就是 极化 极化 那 你们在 实验室 我记得 我们实验室 有两台 这个 Vendegrave Generator Vendegrave Generator 它会产生 静电压 可以产生到 几万伏特 那可以做 很多实验 有一个很有趣的 实验 就是说 你把它 放在一个 桌子上 然后你 站在 讲台上 跟地面 是绝缘的 然后你就 摸一摸 这个 Vendegrave Generator 它是这样的 一个 形状的 然后底下 一个盒子 当中 有一个 Belt 会 在这个地方 转 于是 这个地方 带很多 正电 负电 都可以 它看你 这个材料 是什么材料 它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做工 这个电荷 就从这里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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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 一个探针 就从这里 里头的电位 比较小 就跑到外面 来 那么这个 就是几万伏特 几万 可以带到几万伏特 那你用手 去摸 那没关系 因为你绝缘 结果一摸 这个电 就怎么样 跑到你的身上 来 我们人是导体 所以电荷都分布在表面 分布在我们表面 它有一个 这个 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如果你头发很长 像你们这个头发 一摸 头发会竖起来 竖起来 因为那个伏特 蛮强的 头发竖起来 就是说 我们头发 被击化了 击化了 击化这个正电荷 排斥 副电荷被吸引 竖起来 有 你到电脑上去查资料 你可以看到 有的照片照出来 头发就这么 这么张开 如果你们将来 想选立法委员 你不要去什么 拜票 不要干什么 不要竞选 你就摸一摸 这个就可以了 摸一摸 你头发就立起来 就是立法委员 好 好 现在我们来 做一个题目 做一个题目 半径为R 是均匀 极化界电池 界电池球 这个 这个球当然是界电池的 它极化了 它里头的polarization 是均匀的uniform 那么它就会在外面产生电场 现在要求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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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求内 外 任意点的电位与电场 好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界电池球 我们假设它 原作Z轴极化 它半径是R 半径是R 好 我们假设这个是Z轴 好 它的极化强度 是这样子的 告诉你 极化强度是constant 现在要问你 外面这点电位是多少 里头这点电位是怎么样 你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想一想 我们做一件事 不是胡思乱想 不是说拿了 你问我一个问题 我马上就要反射出来 不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 不是像那个电视里面 那些什么 什么 什么节目 问一个问题 看谁答得比较快 那个都没有意思 好 你怎么求这个电位 你就想 电位 我们求电位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方法 如果知道电荷的分布 我们有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连续电荷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对不对 然后知道电厂也可以求电位 如果知道边界条件 我们有Laplace equation 求Laplace equation 或者是Poisons equation 你都把这个方法算一遍 好 现在 合乎哪一个方法 合乎哪一个方法 是不是点电荷 不是 是不是 连续分布电荷 是不是连续分布 好像是 但是它里头不是只有一种电荷 它是分成一对一对的 它是Diple Moment的分布 Diple Moment的分布 所以我们就也学过 一个Diple Moment 它产生的电位 我们刚刚写过 Diple Moment的电位 我写在哪里 是这个 不是这个 Diple Moment的电位 它是4πY0R平方 对不对 Diple Moment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Diple Moment 它是一群Diple Moment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呢 它告诉我们说 最后 它可以看成是 表面有电荷密度 表面有电荷密度 表面 有极化电荷密度 里头有 体积 极化电荷密度 由这些电荷 极化电荷密度 所产生的电位 因此我们就首先就要把 它的 这两个 求出来 它等效电荷密度 是什么 极化电荷密度 是什么 或者你呢 可以把这个式子 写出来 现在我们用的方法 是这个 V R 我先 没关系 我们就写这样 R 等于 4π Y0 R 这是小R R 增上 D A D A OK 这个是R prime的函数了 然后再加上 4π Y0 R B 也是R prime的函数 成D 套 这个 你要把这两个求出来 这个求出来 这个 那我们就 我们 另 我们设定 Polarization 是等于Polarization 称上Z 就是说 它是朝Z方向 然后题目又告诉我们 Polarization 是一个uniform 就是一个定值 它里头 处处都一样 保持 定值 定值 于是我们就可以求这两个 表面激化电荷密度 Sigma B 它是等于Polarization Dot N 你这个中文也写出来 名称也写出来 要不然以后你会写这个 但是不晓得它叫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东西 你搞不清楚 尤其是 你现在二年级学的 对不对 你到四年级要考试了 考学校了 你看你的笔记 看不懂 你著名的话 你就看得懂 你做CT也是这么做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你要怎么做呢 那就看 跟位置有关 Polarization 就是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要选的这个 表面在这里 表面在这里 它跟这个地方所夹的角是 θ N就等于R Univectal 这个是DA DA 我们写这样 DA 那这个地方的N 这个地方的N P.N P是这个 N是等于1 这N等于1 P.N 它DOT DOT就不要Cross 就是P DOT N 就等于P乘上 Cosine Theta P乘上Cosine Theta OK 好 那么 体积 我们也写一下 体积电荷密度 体积 激化电荷密度 Row B 它是等于 Diverging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是一个 是一个Constant 它又有微分的特性 所以这个就变成0了 所以像这种 激化的东西 它里头的 激化电荷密度 就是0 好 那现在你就可以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 去求Potential 求Potential 好 我们不一定要照这个做 我们不一定照这个积分 我们前面有做过这个 前面做了一题 有没有 一个接电子球 它表面黏了电荷 它是等于某一个常数 K 成Cosine 有没有这一题 有这一题 对不对 那它内外的电荷 电荷 电荷 电荷有没有求过 求过 我们就用这个立题 我们就用这个立题 有立题 3-9 这是你们书本上的 书 它的这个立题的书 我们已经用 Laplace equation Potential 前面我们解出来了 我这里就把它写出来 R就是距离球星的距离 C它就是跟Z轴之间的夹角 那它是等于Polarization over 3Y0 Rcos Theta 这个是R球内 球外呢 3倍的Y0 你把原先的K 现在变成P就好了 它是R三四方 小R平方 乘上Cos Theta R大于等于R 我们用Laplace equation 解也可以 不过你就一定要知道 它这个量 跟这个量 解出来了 Potential知道了 我们就可以求电场 有负号 有负号 漏掉了 负号 很好 我把它写清楚一点 负号 现在我们就用 电场等于GradientV的负值 来求电场 好 好 我们现在有 E等于负的GradientV 球电场 OK 好 我们看球内 球内电位是这个 好 球内 所以E是等于负的GradientV GradientV OVER 3Y0R Cos Theta 我们可以把这个 一路等下去 这边 负的Gradient 我们把这个R乘上 Cos Theta 就是Z了 R就是里头任意一个位置的 R 任意一个位置的R 可以 这个是Theta 所以它的投影就是Z 就是Z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Polarization 乘上Z 好 现在对Z 因为它只有Z 没有X跟Y 或者说你拿这个圆柱坐标的话 它没有R也没有这个 它跟R没关系 跟Fy也没关系 所以它就等于 负的Z 然后Partial over Partial Z 那就等于Py0 好 P乘Z Univectal 它就是等于Polarization 你把这个要记住 我们做过这个东西 等一等 下面要用到这个结果 就是均匀极化的界电值 球 它内部的电厂是这个 要记住 我们说这个内部的电厂为均匀 特别注明一下 为均匀者 它是一个均匀的电厂 好 我们再看球外 球外 球外呢 V R C 它现在是 这是VR C 是等于这个东西 我们重写一遍好了 P R 三次方 R平方 乘酷三次一场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将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是等于 Total Dipole Moment 我们写 P Total Dipole Moment over体移 over体积 体积 就是三分之四 PiR 三次方 把它带进去 带入这个式子 我们就得P是等于 P是Total 乘上 Cosin Theta 二平方 你看这个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等于 P Total 好像有一个 它的 总的 O极举 我们把它摆在 球星 DotR Univector 4Pi Epsilon Zero R平方 那也就是说 在外面 在球外面的话 就好像是 我在这个地方 把一个 P Total 把它球星的位置 在很远的地方 因为我们导这个 就是相当远的地方 R要比这个Dipo 那个距离要小得很多 就是这个式子 以前导出来的 就是这个 那么 你把这句话 写一下 就是说 外面一点的电场 你就可以把这个 球的 种 种 偶极举 当作集中在 球星 把它当作一个 偶极举来看 所产生的 电位 你们自己把它写一下 OK 好 然后我们就 求电场 电场 电场 E2 它是等于 负的 R 因为它现在有 有R 有Theta 所以 我们把它算出来 它是等于 两倍的 P R Cube 三倍的 Epsilon 小R Cube Cosin Theta 那ETheta呢 它是等于 负的 Theta R分之一 Partial V over Partial Theta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它是等于 Theta Univector P R 三十方 三Theta 三倍的 等于这个 好 那 它的电场 我们可以用 这个来写 ER 加上 ETheta 我们把它写在一起 它就变成 三倍的 Epsilon Zero 小R Cube P 乘上 大R Cube R Univector 两倍的 Cosin Theta 加上 Theta 这个式子 不就是以前 我们球一个Dipo 在R远 大于它的 正负电荷间的 距离的时候的 电场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说 这个球 它的 电力线 我们可以画出来 它在里头的电场 里头的电场 跟Polarization 同方向 所以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电力线 我们画的是电力线 均匀的 所以它的距离都一样 一组距离一样的平行线 这个是它的电力线 里面的 球内部的电力线 有这个 我们知道 球外面的电力线呢 它有这个 一是等于R 加上Theta 我们可以画出来 就是这样 外面是这样子 好 这个 你们看书上好了 我这个 可能 哦 等等 我这个写错了 这是负的 它这是负的 负P 负P是这样子的 跟Polarization方向相反 好 这个是 往这里出去的 好 你们 看看书上比较清楚 我这画的不准 好 这是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例题 那你们 要记得这个结果 我底下有一个 地方要用到这个 到时候我讲到这个 你们就要知道 哦